台北市長柯文哲跟基隆市長林佑昌為了基隆捷運隔空護槓 那柯文哲有說把他賭到基隆那一段不處理 那是要等反攻大陸之後再處理嗎 那現在經費跟路線有規劃定案嗎 捷運是大眾運輸系統 關係到所有的民眾來來玩玩 通學通勤生活 所以一個捷運如果能夠成功 最最受益的是地方和民眾 那這個隨著地方的發展 人口的移動 所以當初原的過想 後來經過北北基的首長 大家一起商量 有的希望延伸 有的希望地下花 這一方面 都是希望能夠讓他得到 最大的功效 都沒有錯 而只要對地方 有注意 中央都會全力來支持幫忙 希望大家一起合作 希望大家一起 就能夠把他早日完工的合作點 希望大家一起加油 有居民就會更早一天得到便利 就好像今天的我們整個淡江大橋完工 也都是中央地方大家一起努力 那再來是靜電視台視梯台中視民視UDNTV要詢問 陳柏惟罷免後院長有致電給他嗎 那現在有立委拋出應該要調整門檻到35% 但有被算是因為輸不起所以開始喊修法 那以及中二的選區立委不選 那國民黨希望跟1218公投綁一起 那這樣子有可能嗎 我在第一時間有打電話給陳柏惟 為他惋惜給他加油 鼓勵他人生的路很長 以我自己的人生起伏給他參考 他特別提到在2018我落選 他特別到競選總部來看我 當時我就給他加油的那一段 所以我想他面對整個選舉結果 表現得蠻好 所以對他的未來有信心 而這選舉制度 經過一次又一次的運作 是不是有哪些地方 怎麼樣子可以更好 我想組織機關是內政部 內政部可以多聽各方的意見 多多整理 這種事情要把它整個完整才好 那再來是一電視近電視台視中市民事要詢問 在野黨全力推年底四項公投那是否對台灣未來發展有阻礙 那院長是不是有安排要下鄉巡迴那是不是隔魁保衛戰 公投是對市的決定 應該就事論事 應該就事論事 那四個公投 我們都看到我們台灣是以外貿為主的國家 我們的東西產品要賣給外國也不能禁止外國的產品進來 否則沒有辦法做生意 我們看到當年國民黨開放 複合國際安全標準的萊牛進來 還揪團吃牛肉麵 卻把複合國際安全標準的萊豬 描繪成為毒豬肉 這樣我相信 美國人 也不能接受 還說要親美 就顯得矛盾 而我們也看到 隨著經濟發展 台灣是11年來 最好 而 經濟 民生 工業各個方面都要用電 我們不能要馬而跑 不給馬吃草 我們不能要用電 反對花電 何況 核四 我們早已經 看到封存 浪費了好幾千億 而 合一合二所在地的 就是我們新北 我們看到 新北俄署長 也一直講 要安全 核 核位料 到現在都沒有辦法 圓滿的處理 所以從其核四 根本不可能 所以大家 就公投 應該 就事論事 不要 把它扭曲 成為政治 運作 這樣 不能理性討論 比較可惜 好院長謝謝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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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